YO!我是波子 今天不是玩遊戲 又不是VLOG片 是比較技術的片 就是講講最近Wonder Cry的病毒 這個勒索病毒的問題 相信很多人都會開始害怕 甚至家裡電腦連網線都不敢拆 上網都不敢上 因為怕一上網就會自動中毒 因為大家所聽就是Wonder Cry這個病毒 就不是大家進去一些不良的網 一些有毒的網進去才會中毒 而是你先插上網 就算你不開任何的病毒軟件都好 你都會中毒 但我怕是沒用的 難道你以後都不上網嗎 所以今集我想說 怎樣可以預防Wonder Cry的病毒 首先第一件事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電腦已經中了毒 因為Wonder Cry的病毒 就算中了毒 你都暫時未可能知道 它有潛伏期 它設定了5月這個時間 就會一次爆發 即是計時炸彈 就算你可能已經有計時炸彈 在身上 但也未爆發 以防第一步當然要備份 所以你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對我來說當然是我的影片 遊戲影片 或者Vlog 所有的影片 因為我又未剪 我又未備份 即是未up上 可能drive 之類的 萬一它爆發的時候 所有的影片都沒有了 那本頻道就GG 你備份完之後 基本上你都不用怕 因為就算中了毒 你都不用怕 但是做人都不可以那麼負面 所以如果你備份完 我們現在來下一步 首先你要去的是控制台 檢查好大家有沒有開防火牆 防火牆一定要開 這些一定是很簡單的 不開防火牆中毒 其實真是划算的 然後呢 我們就去這個進階的設定 現在我們做些什麼呢 我們就要關掉它有的這個Window的漏洞 就是這個445的一個Port 來的 一個上網的漏洞 來的 那其實你看到輸入規則這裡 已經是有了你電腦的一些 設定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本身已經設定了一個 WANNA CRY BAND設定 這個我自己改名的 那其實它就很簡單而已 先按新增規則 我們要控制TCP和UDP的連接的規則 那就調校TCP 然後就特定調校445 和139的 好 然後下一步 那你就不要說又許連線 千萬不要按 因為呢 139和445這兩個就是 WANNA CRY BAND會透過上網 搞到你中毒的一個位置 所以呢 你就要按封鎖連線 就不要讓它在445和139衝進來 下一步 下一步 然後就這樣改名就行了 那我剛剛就改了名叫WANNA CRY BAND設定 那跟著呢 你就再按多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剛剛呢 你是打了445和139的話呢 現在你就要再做一次是139和445 如果你加了這個 139和445的設定呢 大家就不要輕鬆著 因為呢我聽網上說的 還有135 136 137 138都有可能會中的 所以呢 穩陣起見呢 我會建議大家 不斷地加到 135 136 137 138 都封鎖了 那就最安全了 那Window Defender一定要開的了 OK 大家找回 如果是關了一定要開 因為呢 它是主動幫你block的 第二步呢 就是關了你上網 可以分享這個文件 還有這個 列印文件的功能 要解決它 大家可以去到控制台 然後是程式閘 然後找到這個開啟 或者關閉Windows的功能 那這裡呢 你就要找回 這裡就要取消這個 這個SMI 1.0 或者是CIFS的文件 共享的 那如果大家找不到 是有一個手動的方法 怎樣可以關閉這個SMI 1的 那你就可以找回 那你就要搜尋這個 這個R-E-G-E-D-I-T R-E-G-E-D-I-T 那你選它 然後呢 就用這個管理員去執行它 好了 大家是不是聽到Muffin在睡覺的聲音 Muffin在睡覺 不少理會他 好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找回 Machine這個 然後就選回System 之後就Cair and Control Set 再按Surface 然後就有一大堆東西彈出來 但這個時候你不要騰計 還要再覆enda Landman Server 在這地 再打開它 然後打開Parameters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那裡有一大堆東西 那你要找一問有沒有SMB1 那如果沒有的話 因為批車還沒有要拆手 那你就按一下 這邊的空白地方 按新增 然後打開新增 DWORD 接著你就可以讓名字 我就改剛才的SMB1 新增完後你會看到它的數值是0 那0就對了 最後最後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就是 預防是勝於治療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Windows有更新的 你不要想要馬上更新了它 如果大家在Windows 10就更加不用怕 因為Windows 10如果開了自動更新 就更新到最新的Windows 其實基本上是打你不中的 因為這個Wonder Quad只是針對Windows 7 Windows 8或者Windows XP 尤其我們這些視影片為生命的拍片友來說就更加重要了 你也不想你可能在電腦的以前的BB相片 或者你那些黑歷史將來用來回憶的相片 全部都沒有了 或者你要付300元的美金 300元美金 還要Double變600 然後呢 過了一個星期就完全不能收復 大家都不想這樣 所以大家一定要 準時備份 更新你的Windows 不要關上防火牆 裝回你的信任 而且是出名可以防毒的防毒軟件 我不知道 但是太多防毒軟件 還有如果你真的中了毒的話 我建議大家立即拔掉你的上網線 因為呢 它保持著上網的時候 它會將你所有的file 慢慢慢慢 狂地加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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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加密全部加密 如果這個時候你拔掉了上網線 它是會停止加密 上網分享的這個程序 其實就算你中了毒 也不會所有文件都很糟糕的 所以呢 中了毒的話 立即拔掉上網線 好了 今集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LIKE Subscribe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教他們如何預防Warner Cry的病毒 我是波子 我們下次WarnerSmile 拜拜